刚才一直说男生一直在笑 她那个笑我倒不认为是庄 她是一种苦笑 是一种哭笑不得 而女人呢每次在说话的时候 脸上也都是带着一种嫌弃的感觉 其实你们俩是互相嫌弃 但我告诉你们 你们俩谁也别嫌弃是 你们俩特别像 其实这些年来 你说你自己过的日子困 过得不好 过得憋屈 那么一个有自尊的女人 早就可以走开 但你的理由是没钱 我带着两个孩子去哪 那你就不要说 别人给你带来了这样的生活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由选择的 离婚也好 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好 怎么样也好 都比没有自尊的过下去 要更有意义 但你选择了留下来 你一边恨着她 一边骂着她 一边又跟她过 那能怪谁呢 男人也是一样的 一个女人天天在家里 说你没用 说你怎样 但是你依然选择了接受 并且长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 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听你们说话 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 可笑什么呢 两个人都没有自知之明 两个人都是你以为你以为的 是你以为的吗 男人没有自知之明 大家都知道了 明明没有那样的经商头脑 女生也是一样的 他总以为说 自己的男人能怎样怎样 总以为自己离开这个男人 能怎样怎样 包括主持人问你说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他根本不能理解 你所问的什么是责任 他以为带孩子责任 主持人问你的是 在这段婚姻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错误 当然你根本不能理解 其次 两人根本不清楚 在婚姻生活当中 两个人到底为什么结婚 为什么生孩子 为什么要在一起 到最后日子过成这个样子 十二年在一起 过到现在为止 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怒目相识 这十二年换来了什么呢 给孩子给了什么呢 所以最后呢 我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 我只说一句话 如果两个人还想要 像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一样 好好地有尊严地活着 在他孩子们面前 还能像一个父母的样子 就请你们 少说话 踏踏实实地做好 自己应有的本分 别的我无话可说 就变成